有人認為 汪洋是會繼續留任的 他做了一屆政治局常委 做多一屆就是二十大 做多一屆的時候 他就應該順理成章 要做總理 政務主席也做過 然後當然做總理 這個政治局常委的二十大 不繼續做政治局常委 他是有機會做總理 另外一個就是胡春華 他們兩個 他是汪洋今年六十七歲 胡春華五十九歲 相差八年 那胡春華如果做兩屆就六十九 那汪洋理論上在年紀上 他就不應該做總理 那不知道習近平怎樣鋪牌 理論上 胡春華的機會是應該高些的